為什麼會大家不敢 就是因為一是台灣市場的確 不是大到可預期的回收的金額 所以假設有點風險的情況下 會比較難讓資方投入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原因 就在於說你 就其實做IP跟做創投很像 跟做型創工資很像 對 那大家要有勇氣 那勇氣的前提當然是 你可預期的回報的機率要到多少 那這個其實跟市場又很有關係 所以會遇到這個小小的陷阱 我們就做一個開場 我拍個手 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祺 那歡迎來到我們的Podcast節目 那今天我邀請到的是陳捲毛 要一起跟我們來聊聊 IP的商業模式還有一些變現的手段 是 好 那捲毛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Fandora的共同創辦人 大家叫捲毛就好了 那OK Fandora其實我們是在台灣 已經大概七八年的世界了 那我們主要都是做IP為主這樣子 對 要近幾年轉型 做IP為主的商業模式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是做商品化的部分 然後協助台灣很多原創的創作者 像LINE貼圖 大概前20名裡面有10名 我們都有直接幫他們做 那個商品化的合作這樣子 對 那也開始有跟一些像是遊戲 或者說YouTube也有幫忙 做一些這些商品 所以其實我們本質上 從近幾年早期是做插畫家 然後後來開始做IP的角色類 後來延伸成做 只要是IP類型的 我們都有一些know how 可以做商品化這樣子 然後也蠻榮幸的 就是今年剛好1月 就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在松菸那邊開了一間 我們第一間比較大的幾間店這樣子 OK 對 然後那邊就定期做一些快閃的活動 跟販售一些大家的商品這樣子 了解 因為其實選毛是我的就成大的學長 所以我們算是蠻早的時候就認識 雖然成大那時候還沒有認識 因為你是99級嘛對不對 沒有沒有 你更大嗎 我96 你96級 所以你跟徐震 就哲哲的徐震也都 徐震好像也是96 你們都是那一批的 他比我在大一屆 你在大一屆 他比我在大一屆 了解 所以就是9699102 就是差不多這樣 三四年三四年就有一個創業草這樣子 再加一個Mask 大家就全部把它丟出來了 所以我跟卷毛其實認識的時候 算蠻早的 那其實我剛剛聽起來就是Fandora 一開始我認識的時候 其實不是在做這件事情 對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做一個創作者的 自由上架作品 然後我們又透過系統自動化的形式 幫他做商品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但後來的確有發現說 這樣子有一點像是一個不精準的常委 就是不是一個很精準的商業模式這樣 所以後來發現說 其實頭部的IP 或頭部的創作者的效益 其實是比較好的 所以我們就也轉型成 就是做比較偏IP類型的 這樣子的商業模式 簡單來講就是 更往粉絲取向的路線去做 就粉絲經濟裡面的商品化變現 OK 為什麼會那時候一開始會覺得說 可以幫忙這個插畫家做東西 因為我覺得在現在的社群環境 跟那個時候其實不太一樣 在那個時候的確插畫家是 就像現在YouTuber一樣 是真正的影響者 所有的議題發動 其實都是什麼像 可能Duncan 馬來摩這些人跑出來 那當初是 為什麼會想要切入他們的商品製作 是有什麼背景的元素嗎 其實因為台灣授權產業發展也不算晚 就是我們其實算發展蠻早 但多半都是迪士尼或是三六 這種比較日規或是美規的IP體系 其實台灣自己在做授權的不多 其實很少 那這些創作者可能 我覺得台灣的整個產業 並沒有發展到很成熟 但是創作者突然在新的浪潮底下 突然爆紅了之後 他們反而不太 就整個產業還沒有準備好來迎接他們 然後幫他們做商品這樣子 講簡單一點的 就像現在很紅的鬼滅之爭 只要這個一紅之後 很多做日本動漫周邊的這些廠商 會一窩窩窩去搶那個授權 對 但在當時 我覺得在台灣衝動者紅的時候 其實大家還不知道該怎麼樣做這件事情 就是廠商們還不知道怎麼做這件事情 整個產業鏈還沒有變因過來 所以我們發現說 他們好像的確很有人氣 很有粉絲量 但為什麼好像沒有像其他的 我們講日系的IP或美系的IP 這樣這麼被受到商業化 或者是說在變現的模式中 被好好的規劃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決定說要跳下來做這件事情 了解 所以的確在中間後來就有發現到有點困難 就是他們的是變現能力 相對保弱一點點嗎 還是 應該是說整個 像我剛剛提到 其實產業還沒有寫住 沒有意識到說怎麼幫他們做事情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假設像鬼滅之後 紅了之後 其實很多比方動漫展 然後或是做一些李正平的東西 或者說在文具行裡面賣一些筆記本 其實在動漫圈 或是說在這種 跟你講 Hello Kitty 這種裡面是很熟悉的 廠商都有習慣做這件事情了 但是這種日系 就是台灣的IP出來之後 他們一是不熟悉 二是不知道怎麼樣幫他們做變現 三是他們會害怕 所以他們即便他們原本有 他們既有的那個通路跟變現的模式 他們也不一定敢去簽這些IP來做 這樣子 對 然後後期大家發現說 其實台灣IP 原創IP的成效很好 因為我們講說那個粉絲的部分 他其實是所謂強鏈接粉絲 是創作者自己可以直接溝通 直接影響 直接導流的 反而是跟日系IP不太一樣 日系IP其實 你說創作方或說版權方好了 他們有時候 你看他們的粉絲團 其實互動率其實沒有很高 他們很難一次透過一個什麼樣子的動作 或是一個號召去發動粉絲的行為 但反而台灣的IP可以做這件事情 然後台灣的廠商也意識到說 其實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做起來其實也很有商業價值 所以才慢慢去投入這樣子 那我們算是在這個裡面 比較早去做這件事情的 意識到這個是有價值 而且有機會 而且更真的可以協助到創作者們 去規劃比較中長線的商品化 規劃的一間公司 了解 那那個時候 你們在做的時候 以台灣創作者來講好了 有沒有哪一個人是 你特別想要講 就他嘗試了非常多 然後你覺得你有幫助到他們的 OK 我覺得反而是應該說 我們坦白講 我也跟很自白的說 我們也在做從中學這樣子 對 那我們其實像這一年 跟一個台灣的IP叫好想兔 這個貼圖的IP做合作 然後我們就有幫他們做比較長線的規劃 比方說一開始他只是自己出 就是跟一些小的作品商品出這些東西 但我們後來幫他規劃比較完整的一個商城 或者是說直接幫他規劃一個這次的快閃電 然後甚至幫他設想說你今年一年下去之後 你應該怎麼樣佈局你的商品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從這個方向去 好好的跟他們討論 所以的確早期台灣的IP 像我們小時候不知道你們有遇過 那個像有沒有像萬萬好了 或是一些比較早期的IP 小時候 對 小時候也是我們國小國中的時候 或什麼那個凱西嗎 對 就是那種文具 當時文具上面很黃的那個角色 其實大部分的廠商並沒有去好好的跟創作者 可能溝通很長期的商業合作 或是怎麼樣去做更延伸的發展 對 那我覺得我們在這塊 有慢慢的跟創作者這邊 達成一些比較戰略上的布局 這樣不是只是一次一次出一發一發的商品 當然做一發一發商品的這種合作關係也有 但是我們會景象說更 把他們做長線的規劃這樣子 了解 那像這樣子做台灣的跟做日本的代理 那有什麼差別 你們現在也其實有做很多日本的這種授權的東西對不對 對 其實應該說代理跟授權 它其實是兩件事情 我剛剛這邊不小心把他混淆到了 對 做日本的這種授權 如果跟 因為台灣 其實它的概念大概是 日本他們會有這個IP持有方 然後他們可能會分到不同的地區 那台灣可能就會有個代理商 去把這些東西拿下來 然後經營台灣在地的這種各式各樣的授權 那你覺得拿這樣子的東西的生意 跟剛剛講到的有什麼差別嗎 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OK 其實代理權裡面有分非常細的面向 比方說像發行權 發行權就是說我這個作品的內容 是透過你去幫我做發行 比方說你要再賣給 假設那個MOD 或是你要賣給Netflix或什麼之類的 加上這個就是發行商在做的事情 OK 所以發行的代理權是1% 另外像商品的代理方又是1% 甚至還有更細的什麼體驗活動 快閃的這種代理都有可能 只是大部分現在因為台灣的市場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很多的代理商它是一次拿很多一次全拿 比方說我們拿橡木棉花好了 他拿鬼滅的時候通常一次是全部都拿下來 這樣子 所以是包含發行 然後包含後面這種東西的全拿 通常都會全拿 對 因為能夠想像 就是他如果只做發行可能賺太好錢 就在過去的時候你DVD還賣得到 就是在我國中的時候我還會 每次斷考就存個480塊 然後去買一片那種裡面放三集的DVD 但是藍光應該基本上我知道認知是 其實藍光是完全賣不動的 沒錯 沒錯 對 然後所以他如果只拿發行權的話 他去推廣這件事情的動機其實會變低 所以他就把等於說後面的這些商模的東西 全部把它一起綁進來 其實這個是有一點點市場競爭的機制在裡面 我可以怎麼說 就比方說像你剛剛提到發行權 如果你假設我這塊餅很大 所以發行權就已經足夠很甜了 甚至是很多人來搶的時候 我身為原廠我當然會希望你們把權力切 我把權力切得細一點各自切出去 因為每一份每一份都可以拿到很多東西 而且大家都會競爭拿出最高的那個price 對 沒錯 沒錯 但因為台灣市場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也不會有太多人跳下來就是說 我三四五間一起來競爭 這個狀況是比較少的 對 所以大部分都會是一兩間全拿到 幾乎含瓜所有的權力 那當然最高等級就叫做獨家代理權 我不僅是有這個權力之外 而且我還獨家 所以比方說像木棉花 就是很有這樣子的權力去拿這些權力 那當然有些IP可能沒有到什麼強勢 或者是它有留一些自己的 我們講說空間在 所以有些權力是可以非獨家的 比方說商品權同時會有兩個廠商可以拿到 我們比方說像 其實比方說像 某黃色電器老鼠IP 某黃色電器老鼠IP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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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就有一點點這樣子的空間在 台灣雖然 怎麼說 就是它的 它大概被分成怎麼樣 它的商品權就雖然說台灣有代理商 對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跟 跟日本談 對 對 對 或是只要你有方式的話 還是有機會可以做到某些 我知道有些比較大 因為其實我認識那個人 它是比較大的東西 你就直接可以過去那邊對 對 沒錯沒錯 然後台灣擁有的圖庫 我記得其實是比較少一些的 沒錯沒錯 甚至像剛剛提到就是它其實是 這又回到一個很大的背景因素 就是說其實這些IP在製作的時候 每一部每一部 甚至每一個系列都是獨自拆開來 有各自的投資方的 我舉例好了 像柯南 大家看起來好像非常 柯南一個作品 我們可能會覺得說柯南就是 像一個作者跟出版社 一集一集一集 對對對 但其實它每一集每一集電影 都是不同人出錢的 所以它每一集的權利都是被 應該要被獨立切割來看 所以有的時候雖然說 比方說我拿到了某一個 就像剛剛柯南的權利 但是它可能細部來看 它是拿到柯南的某幾集 劇場版的權利 某幾集的權利沒有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去拿 其他幾集的權利 然後那裡面也有所謂的圖庫 所以你就可以用那幾集 劇場版裡面的圖庫 來出柯南的商品 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其實真的是蠻細的 就不懂人可能會覺得說 你是拿是拿整局 你可以拿到整局 但是會超貴 或者就是說你的市場太小到 某種程度上授權方也不太care 那它也希望 可能說或這個IP 它還在萌芽的階段 它自己也不確定會不會紅 所以它需要有人願意 幫助它 對 所以在這個前提底下 當然授權方會很願意 釋出很多的權利 來讓大家做一些 就是讓利 對 就是把它商品化 等於說你今天你在推廣 這個商品的時候 我某種程度也讓我的圖案 被一直推過去了 而且這種事情 它其實會出現在一些 其他的地方 例如說它是老IP 它今天想要翻新的時候 它特別願意讓別人去修改 那像是福音戰士 它就是靠著這件事情 商品不斷一直弄一直弄 即使沒有作品 但是你感覺好像每天都有 福音戰士的星座 對 福音戰士的確是這個業界裡面 很特殊的一個存在 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感覺好 那後來都有一動漫章舉例 沒關係沒關係 我們可以先專注在聊這一塊 這也是我們擅長的 因為福音戰士其實是 雖然日本製作委員會 這件事情成 當然應該說被貫徹最極致的 一個IP系列 OK 這邊提到了一個製作委員會 我們現在聊聊製作委員會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切回來聊福音戰士 好了 其實一個動畫製作的時候 應該假設我以海之王為例好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哇 那個海之王的每一張每一張 那個動畫都是偽天龍 讓人親自化的 其實不是 它是由動畫製作公司做的 那動畫製作公司 我們聽到它是製作公司 所以其實它有的是一堆專業的人才 但不代表說它有這些財力 可以去做這個作品 所以往往會召集一些 比如說出資方 或是他很有辦法幫他做發行的人 來join這個IP的開發 作品的製作計畫 所以像早期的時候 通常就是什麼電視台會投入 因為以前動畫在那裡播 電視嘛 所以他們能拿到最大的廣告資源 那當然我自己來做出我自己的內容 或是我之間 我本來每個禮拜五的 晚上五點就有一個時段 是要給小朋友看動畫 所以我自己出資來找動畫公司來做 而且製作委員會拿到後面的權利的話 就等於說我今天 其實最大的推廣者就是我 然後後面的時候商業模式 我全吃 對 所以早期其實比較單純 就是可能是電視台加上萬代 就是像這樣 幾間簡單的玩具商 就搞定了整個製作委員會 但因為像到後期 尤其像福音戰士的時候 其實製作委員會的可能大家比較缺錢吧 然後 所以他們找了很多很多的人 一起來出資 然後裡面的成員就包含了很多 可能是玩具商一 玩具商二 甚至是什麼做唱片公司的 做音樂的 然後發行商也有一個 連音樂的都會一起進來 音樂也有 或像Sony其實後來就是 我知道他們後來有成立 獨自的一個 對 但他其實早期是以那個 就是音樂那邊慢慢切入的 對所以其實他們的角度都很多 所以他們這樣子有很多 因為ANIPEX也是他們的 對 所以他們又有動畫製作 然後音樂這部分 全部他們都把它拆成獨立的 然後進到這樣子的製作委員會裡面 沒錯沒錯 所以這其實是有一件 一個好處跟壞處的 好處就是在於說 如果你今天是動畫製作公司 你可能一部動畫要花上好幾億 才能夠做出來 但你不確定會不會紅 如果你動畫公司自己獨資 做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失敗就倒了 對很恐怖 那如果你透過製作委員化 等於說是分散風險 而且他們可以確保後面的某一些變現 其實是比較穩 大家都願意投入來幫忙 對沒錯 但它的缺點會變成說 大家的意見就會很多 我可能會規定說 你裡面一定要放我 某一個歌手的歌兩首 你裡面一定要穿插一個夠帥 可以變形的機器人 你裡面一定要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會有很多的限制的話 你的作品的製作方向上 的確會受到一些限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現在很多的 我們講那種 翻都很像 《異世界》 每一季都散步或什麼之類的 對這其實是會有製作委員會 資方的考量會變得比較重的原因在這裡 我覺得你剛剛講到 這個商業模式的事情的時候 讓我想到蠻多的 因為我每次在看一些新的作品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它為了要變現的那件事情 變得很明確 結果在過去的時候 其實DVD本身是可以賣錢的 那它可以把很多的經歷 投注在把這件事情做好 然後上劇院 然後賣DVD就可以回收 可是現在為了要變現的時候 它會增加很多人設相關的事情 它會增加非常非常多 就是硬要出現的一些東西 甚至是那個節奏 尤其是在例如說 像是Netflix上面 那種一集一集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感覺的確是蠻明顯的 甚至很多時候 我在看漫畫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哇 這個是不是它其實要安排 13集 13集 或者是13集 然後一個劇場版 13集一個劇場版 然後只有兩個OVA 就過去的這樣子的動作 的確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劇場版配合系列動畫 這個播出的這個節奏 也是近幾年被發現的 對 然後這次應該是金阿尼 創造出來的商業模式 金阿尼喔 對對對 你會發現金阿尼就是會 就是系列動畫做完之後 它會把一個附加的 一個重要的結局 或者什麼這些做在劇場版裡面 然後因為前面累積了巨大的人氣 然後讓去灌到劇場版 因為大家才會願意花錢進去 對對對 這個蠻有趣的 對 因為其實以商品變現來 應該說IP變現來講 大概可以分成四大類 就文本類的變現 商品變現 體驗變現 跟這種形象代言變現這樣子 那文本的變現 的確在近幾年來 變得比較困難的原因 當然就在於 一是網路的興起 盜版比較猖獗 所以以前已經很少有人會 願意付錢去買漫畫 或是去買CD這種狀況了 所以當你在看免錢的情況底下 這一塊原本很大的 收入的資助人員就消退了 那他只能靠其他的部分去撐的話 就會造成他像剛剛提到 他必須要賣公仔 所以角色一定要怎麼樣 甚至要三種不同屬性的角色 一定要有就是姐姐型的 一定要有傲嬌型的 然後一定要有媚系的 就是這樣子 對 這個的確是 然後這商業上可能必須要配合的部分 所以反過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看金阿尼反而是他大部分 他很多作品都已經做到 自己投入的金額是很大的 他自己的佔比是高的 他們做很多 對 沒有錯 像是例如說紫羅蘭好了 最近的大作紫羅蘭 那紫羅蘭他的確他的商品這件事情 就是沒有那麼那麼的誇張 對 因為他甚至連他的腳本 都是他自己透過那個小說大賞 自己 自己去挑 然後慢慢一個一個弄 自己辦小說大賞 自己挑自己的劇本 自己出資自己做動畫 所以他在整個的節奏控制上 或是我們講說商業變現上 他就會比較有自己的主控權 想法就會比較好 可能比較完整一點點 了解 那難怪他們也是 就很受到大家尊敬的一間動畫公司 那我們剛剛再聊回來好了 剛剛講到的就是製作委員會 現在大家已經了解 製作委員會的概念是什麼之後 這邊我想要好奇的就是 你剛剛講福音戰士 他的製作委員很特別 為什麼 應該說早期 就是他是第一個 把製作委員會 弄到這麼多成員 所以他是先創造這件事情 對 就是以前其實比較淡純 所以就還好 但他後來就是 福音戰士開創了這個局之後 而且Ganes這群工作人員 應該說團隊 他們本身也比較能夠 接受二創 或是很廣發出去 給別人做不同可能性的 這間公司 所以他也 一是你資方已經很多元了 二是團隊也很樂見 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他的確是開創了很多 就是所有這麼廣發商品化的這樣子 或是說很多變現方式 他都很free 很好談的這一間公司 所以他也造成了 後來可能製作委員會 也十歲之位 就說 既然一個作品可以這麼容易的 應該說相對容易的 有比較有彈性 可以授權給很多其他人 做這麼樣不同的商品的變現 那的確我的 商業機會其實還不錯 那我看到下一部作品出的時候 唯一有意願也去投一下 所以很多原本的小公司 或原本一些小的資方 他可能對這塊沒有興趣的 他也願意投入進來 這是一個 好 就是他開創了這件事情 所以造成後面很多動畫 比較容易被製作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你資方變多了 對 大家比較敢投 但壞處就是大家意見也很多 OK 所以製作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衝突之類的 但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要講說什麼東西是全世界共同的語言 我覺得其中一種可能是民音 然後另外一種其實就是ACG相關的東西 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 就是ACG它可以穿越很多很多的 就是這種族群啊 穿越地理上面的位置 我常常講說 因為有時候在你知道 我們都做一些中國相關的議題嘛 那做中國相關的議題之後 就不免會有一些中國人跑過來跟我們吵架 那每次開跟我們吵一吵 我覺得有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就會耐心跟他回一回聊一聊天 然後最後就可能吵得他就不慌耳三 他就覺得我都沒有在聽他 你就自己這樣想 然後吵完之後呢 我就說你不要生氣你不要生氣 那個等一下去看動畫 那我就跟他想說哪部很好看 後來其實有一次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去看一下史萊姆 今天剛好有新的 然後他馬上就回說 我有聽說這個史萊姆非常好看 這個是值得的嗎 後面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這部真的很好看 你可以看一下 那種動漫可以穿越很多事情 動漫可以連結大家 的確的 對的確 就有點像是 應該說所有的作品 到最後會扣回到 是人類最共同的一些基本情感 對 所以雖然 之前有一句很流行的話是 越在地越能國際 但我覺得越在地越能國際的前提是 裡面還是要有一個很共同的核心元素 就是那個基本情緒 基本情感是要在的 然後那個元素能夠打動很多人的話 這個在地化只是一個風格上 或是它背景整個脈絡 故事脈絡裡面的一些元素的取用 可以比較特別 但你還是要做到基本的情感 要被打中 這個才有用 所以其實不管是ACG類 或是我們講說 為什麼日系的角色 說卡納後來為什麼可以在台灣紅 其實它很單純就是 它打到一個最單純的東西就是可愛 可愛這個是萬年不變的一個 一個核心情感 OK 了解 那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遇到任何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你覺得 這一行他的辛苦到底在哪裡 或者是你覺得有看到什麼樣子的機會嗎 就是做授權商品這個動作 授權商品我覺得有趣的是在於說 它跟一般在做一個 我們講說做產品不太一樣的是 做產品可能是你看到某一個痛點 然後你想要去解決生活中的某一個痛點 所以你開發出了某一個商品 服務為了解決問題 對 然後你需要去行銷跟推廣 你的商品跟你的品牌 所以你再去做行銷跟推展 對 那 所以它是發現一個痛點之後 做出產品再去做推廣 但IP是有點倒過來的 是已經有一個受人喜歡的東西 有一群粉絲在那邊 然後你去滿足 打中他想要買的東西 對對對 你去滿足這些粉絲的需求 所以它不是在解決問題 它是在創造爽感 OK 對 或是解決 不是解決 就是滿足大家的需求 所以它是已經既有的一群人在那裡 然後你需要的是去分析 跟拆解他們要的東西 或說去拆解這個文本 這個魅力因素到底是什麼 然後跟你的商品之間 你要怎麼樣出 能夠最符合他們的需求 然後再去推出這兩個 把IP跟商品做一個結合之後推給他們 我覺得這個的思考過程是滿有趣的 了解 那你最近有做什麼 就是海外的嗎 或者是國內的 你都可以舉個例子跟大家聊聊 OK 最近的話 當然還是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幫台灣IP 多做一點事情 所以的確還是以台灣IP為主 不過兩年前 我做一個滿有趣的IP 是跟那個神摩之塔的合作 這個 好特別 對 我這個印象滿深刻 就是因為神摩之塔 我不知道 聽眾大家知不知道神摩之塔這個遊戲 它就是轉租 然後會有一些抽卡的機制這樣子 對 然後一些很強的卡牌 所以那時候我們出了一款 就是T-shirt 然後當時我們不知道到底粉絲要的是什麼 玩家想要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拆解完之後發現說 可能大家喜歡那些 那個怪獸的角色 所以就出了怪獸角色T 第二個是裡面有很多有趣的梗 跟一些元素的字 就是那種什麼 一抽入魂這種文字 就出了這種字T 然後第三個是 我想說大家轉租跟抽卡 這個是很大的元素 那我們就賣一款轉租T好了 就你買那件衣服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會買到哪一件 好爛喔 但是如果你買到那件是黑金T的話 我就會送你一個很好的虛擬角色這樣 所以它是真的是 它是綁虛擬的 線下綁線上這樣子 然後這三款系列我們都出了這樣子 結果最後我原本以為 怪獸的賣最好字T第二 然後轉租那個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你會買到哪一件衣服 所以我想應該沒有人敢買吧 但是為了虛擬 大家應該會瘋了去抽 的確後來是這樣 而且我後來發現大家其實 把這件事情當成是在玩遊戲一樣 就買一件T恤就當成是抽一張卡的感覺 盲盒盲盒 對對對 所以後來是就是反而是逆過來了 就是銷量是倒過來 所以這件事情就讓我們也意識到說 的確要去拆解一個IP的魅力因素 跟玩家或粉絲喜歡什麼是很重要 那這個idea 它可能可以套用在類似的手遊的機制裡面 但是它就不適合用在其他的IP上 比方說像我剛剛卡 然後它就不適合用這種方式 所以它的粉絲跟它的關係裡面 並沒有這樣子的元素存在 這蠻有趣的 那剛剛講到就是做台灣的IP 是 那台灣IP它們現在面臨到的困境是什麼 我自己想到的第一個就是 其實國外的授權費根本就超低的 你說一般大概就是6到8% 頂多了不起一點 大概到12%左右 其實就已經很極限了 那這邊講的這個東西就是說 假如說今天一個商品 它是例如說可能一格賣1000塊 它就是一件它抽60到80 然後你要保證它的命名 就例如說 我保證這個東西會賣100萬 那100萬裡面呢 我就先付給你這些這種錢 那這個東西一被攤出跟 同樣都是寶可夢這樣的一個IP 它就是這麼這麼的紅 已經紅了好幾年了 跟台灣的一個新進的IP 它就才消消的 那同樣都可能都是6到8% 對 那它遇到的問題還有哪些嗎 除了我剛剛講到這個 或者是我剛剛講到這個東西 真的是一個問題嗎 我覺得台灣IP或者說整個 大家可以縱觀整個全世界的內容產業來看的話 發展最好的地方地區 一是美國 二是日本 然後三 韓國也有 那中國的確也在崛起 反而是在歐洲這塊就還好 沒有到那麼強 那其實這個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內容的產業其實跟市場大小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就是說你做了一個IP出來之後 它如果讓很多人看到 很多人喜歡有很強的推廣力道之後 它的變現的市場就會大很多 但因為台灣的IP 我們以近幾年來講好了 台灣的IP主要發展的 可能是靠LINE的貼圖這一塊 它其實很在地化 對 然後它後面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方 願意再去幫他們做更延伸的內容 去推廣到其他地方 或是推廣到台灣這個市場裡面 其他的族群裡面去 對 那為什麼會大家不敢 就是因為一是台灣市場的確 不是大到可預期的回收的金額 所以假設有點風險的情況下 會比較難讓資方投入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關鍵很關鍵的原因 就在於說你 就其實做IP跟做創都很像 跟做形創公司很像 對 那大家要有勇氣 那有勇氣的前提 當然是你可預期的回報的機率要到多少 那這個其實跟市場又很有關係 所以會遇到這個小小的陷阱 困局就在於說 一個IP可能已經紅了兩到三年 那它的模式可能都是靠貼圖 或是靠一些簡單的圖文創作 但它會 一好了我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假設Facebook今天不紅了怎麼辦 它的唯一的溝通的這個教堂就消失了 它沒有再建其他的教堂 或是說其他的傳教師 再幫他做傳教的話 就會陷在這一邊 對 所以我覺得 這的確是一個比較大的困境 就是我們沒有很廣的體系去做推廣 跟做更新的內容製作 而且這樣子會有點循環嘛 因為你沒有這個東西資本有不投入 可是資本不夠的時候 你也沒有辦法再蓋更多的教堂 那這邊我覺得可以給大家一個基本的認知 就是像你們去規劃一個IP的話 你認為這個資本 大概都要砸到多少萬 或是幾千萬 然後把它放進來 它才有機會去成功 還是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 很難去量化評估的 如果說以 我們大家很多人的創作者或是很多 做角色IP的心目中的理想 就是希望被做成動畫 對 但當然動畫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但它的資本也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這一塊其實在即便在現在的日本 也不一定有公司願意做這麼多的動畫投入的 一個動畫 我們舉個例子好了 假如說是 這很難 因為動畫的那個量級真的差太多了 對 但你會有一種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大概打樣子打樣子 最便宜最便宜的動畫一集 應該都要一千萬日幣吧 一千萬 這樣算很便宜 其實很便宜 但那個就是很 就是你不會看的那種 就是我不會看的 對 但你看即便是一千萬日幣 對台灣來講 三百萬台幣的一集製作費 假設你要做十二集也是好幾千萬 其實也不是很便宜的一個數字 對 而且它就是投了之後 它要等很久之後才 你才覺得它有可能會被回收 是 所以我也不一定覺得現在 假設要延續一個IP的方式 就是一定要拍動畫 其實它是有很多的方式去做 它的內容再造更新或是推廣的 但總而言之它必須要想看看它 要怎麼樣接續到它的下一個週期 或是它要如何去突破 它既有的粉絲那一塊 它要突破那個地方 它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才能夠讓更多人看到 更多人喜歡它 這個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 哇 這個真的是一個大坎 我覺得這 加油加油 這真的大坎 好 那我們剛剛聊了 都非常多嚴肅的事情 我們最後來聊一些 就是阿仔的話題好了 OK 對 你 就是有看到什麼有好看的東西嗎 或是難得今天要 就是你知道拍Podcast然後放在自己系列上面 所以有沒有什麼 想推的 推到爆 過年 這個期間應該大家就最迷那個吧 天竺鼠車車 天竺鼠車車 我覺得天竺鼠車車 其實也是讓我們看到了 這個商業模式的轉換 因為過去其實是一個 影片本身它可以賣錢的 但現在要靠後面的這些授權 或是相關的效應 取得知名度在變現的時候 其實你就看到木棉花 他們願意把這些東西 全部都放到網路上面 我們應該是可以大膽的講 如果天竺鼠車車它沒有被放在YouTube頻道 讓大家可以免費觀看的話 其實它的影響力應該是會大幅的下降的 沒錯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步真的很厲害 他們當時不知道是花了什麼樣子的力氣 才說服成功的 你是說木棉花那邊 對啊 我覺得他們自己 基本上應該是要有一個人提案 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再來是他們還要說服版權方吧 因為它直接放到YouTube上面 是全世界都可以看 它有所IP 但的確那個有所跟沒所其實差太多 對啊 你只要轉換弄一下就跑過去了 其實這件事情跟巴哈姆特 SEGA動畫風的計畫很有關係 OK 對 它當時因為 你之前有過去跟它聊過嗎 是 因為當時有榮幸 就是SEGA在啟動這個計畫的時候 有跟我們這些在在聊過一下這樣子 就給他一些想法 那的確當時最大的困境就是突破點 就是在於如何取得版權 能夠讓他們在SEGA 讓動畫風在線上做播放 那我覺得木棉花這一邊真的是蠻聰明看到這件事情 就他也意識到說 盜版這件事情你擋不住 或者說流出這件事情擋不住的 所以與其你把這些鎖死 還不如說我的目標改變成 我就放棄文本變現 但我反而是讓文本的觸及率變成最大 我靠其他的方式去做變現 而且動畫風 這邊我必須要就是業配一下動畫風 因為我是就是忠實使用者 從它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在用 然後它收費的時候就很開心 馬上用愛奉獻就刷下去這樣子 動畫風是一個我覺得很有愛的平台 就是它在裡面的它的挑選它的策展 然後跟裡面你看到的一些 很多小細節就覺得 這個平台很懂我 所以那時候看到就直接買下去了 但他們團隊是不是其實很小 對 他們畢竟是裡面的一個 巴哈姆特裡面的一個新的小的事業體 所以慢慢慢慢這樣長大 最近有變得比較好 對 因為一開始他們那個收費比率 什麼0.78% 我記得一開始超級小 我就想像傻眼 這個東西這樣怎麼活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 我記得是異世界風俗娘 然後之後 他們為了要驗證大家的年齡 然後他綁信用卡的驗年齡 然後所有人的付款方式 直接暴增到4.7級5點多這樣子 然後就活下來了 我覺得是蠻開心的 這是好幾件事情 對 那他們當初其實也是 我覺得它是免費給大家看 然後只是畫質可能不太好 它一開始其實是所有畫質全開 所有畫質全開 那真的很有愛 它當時有兩個成長的印象 第一個是他把它改成是會員才能夠看1080P 對 我想起來了 一開始其實是全部可以看 但這個其實沒有持續的太久 然後後來他就鎖1080 然後改720 然後現在是改成480 就是一般人只能看到480 然後他畫質這個限制做出來之後 會員的增加就爆增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明確 因為其實在720的時候 你還不是那麼的明顯 可是現在你已經沒有辦法 回去看480的東西了 480你就覺得這個 PCD畫質 對啊 就是好難看 這是各種細節都看不到 我覺得不太滿意 對 了解 那還有嗎 就是你有沒有什麼想要推薦的這個 你知道漫畫 對啊 推一下 我想一下 最近 我最近看巨人看得很瘋啊 巨人嗎 重新看 對 應該沒有 它最新的那一季 就最新的一季 MAPA他們做的 對 MAPA做的那個 巨人 真的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人應該大家都有看巨人 我的受眾好像都有一些宅宅 很合理 一定要看的 到時候我們最近還要跟Hook 還有阿滴在玩一次那個巨人大挑戰 我要爭奪最後的十組巨人大挑戰 真的很難 我剛看你們那個 上次那個超級無敵的 然後我想說 Hook好厲害 他真的是很認真在背名字 我完全沒有辦法背角色的人名 我也有點難 對啊 然後還要背什麼瑪莉亞之牆 然後各式各樣的牆的名字 那其他呢 你是主要都是在動畫跟漫畫上 你電動你有策略嗎 電動我也有 但比較少 電動我可能一年會玩一兩款 比較有名的大作 OK 其實我上一款玩的 玩的比較迷的應該就是 那個太妻Retect 喔 淘久以前 但我好像 其實我跟你差不多 因為後來有點忙 就沒有在玩 但就是Remake的時候就覺得說 好啦 認真給你一個尊敬 然後好好玩一下 但我在玩那個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說 這個以前的劇本 跟以前的台詞 你知道在Pixel時代的時候 你會接受很多事情 對 對 或者是在那個 假 就3D還沒有很成熟的時候 你會接受這個角色 可以講很中耳話 現在他變得很真實的時候 你就覺得 不行 不行 現在太中惡了 太中惡了 沒關係 TVA還是很真 哈哈哈 這就是 難怪大家都要做模型 這是要騙你的錢 哈哈哈 的確買了 的確買了 OK 好 那我們今天其實就非常快速的 跟大家聊了一下這個 IP相關的一些商業模式的變現 或者是東西 那你們那個店 現在主要有賣哪些 我們在最後的時候 做個小小的廣告 好 我們就主要以 還是以台灣的IP為主 所以如果說你喜歡像 喀波 好想吐 然後豆卡一神 然後奧樂吉這些IP都可以在我們這邊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有跟那個 上班不要看呱吉 他們出了一個 就是幫他們出 每一個角色都 人都出了一個角色 然後相關的商品 也在我們店裡面有做販售這樣子 了解 那個店是在松菸的哪邊 在松菸 大家一定完全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我們是在 靠近大巨蛋的那一面 靠近大巨蛋的那一面 那真的是不會去欸 太裡面了吧 對對對 但因為想說 就是也期待大巨蛋這邊可以開 你這個 看來其實擋不住了 我是相信他是擋不住的 沒關係 反正我們現在 把那個位置弄得蠻好的 那反正大家去 也可以看到一些告示牌 也可以當成是鬆菸尋禮 OK 好 那今天我們的錄影跟閒聊 大概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